太烂的队 也不要 就是已经重建了 你比如雷霆啊 火塞啊 火箭啊 这样已经在重建队 他也不要 因为什么呢 这样的队 他的目标已经在未来了 我就是要选有权 你要是给不了我选有权 我拿一个四千四百万 我干嘛使 我不怕输啊 我已经输成这样了 对吧 我无所谓 我为什么要吃进一个四千四百万的运动员 我还得给你这么多人 凭什么 你比如说像杰里米格兰特 这个在这里边绝对是一个优质资产 他三年六千万 当初跟火塞签的这个合同 杰里米格兰特我拿出去 在联盟当中 就他这个能力 攻防兼备 是吧 那么可三可四 就他这个能力两千万的工资 我抢的有人是 有的是 有多少队都想抢杰里米格兰特 给的这个条件 包括给的选手权 一定比 就是胡人能给的微少 就是要让 让这个火塞要满意的多 比胡人要好得多 唯一 对